美军表示正在迎战一个貌不惊人的敌人 简易无人机为何会成为美军的噩梦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军正在加紧一个貌不惊人的敌人作战 价格几百美元 可以装上炸药的业余爱好者的无人机 为了对付这些非专业级的飞行设备 美军的解决方案是采用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来对付他们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吉斯·麦肯奇称 廉价无人机的快速发展 使非正规部队恐怖组织和国家军队 能够以低成本攻击高价值的目标 因为现在随便出门就能在沃尔玛或其他的地方买到一个无人机 你可以很容易的将其改造成飞行武器 这些无人机通常在互联网上就能买到 或者是在网上购买零部件自己组装 目前许多的武装组织都能够通过操纵 携带有战药的商用无人机来攻击那些昂贵的装甲车飞机和军事设施 当然也包括炼油厂港口和民用机场 让防御方承受巨大的军事成本 甚至呢它能够让高价值的导弹变得失去意义 主要是难以打击这类目标 因为用一枚几百万美元的地对空导弹去打价值只有几百美元的无人机 非常不划算 即使是财大气疏的美国人 它也玩不起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开发 更为有效成本更低的技术手段来对付这些来自天空中的危险 目前美军更专注于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的开发 因为它们主要由电力驱动 因而性价比更高 而且能够更加快速的瞄准大量小型的无人机 虽然美国提到了貌不惊人的武器只是简易无人机 但是也能说明一个道理 武器的攻防与军事经济学密切相关 这也就给中国提了个醒 简易无人机是美军的噩梦 但是技术水平高一点的低成本无人机风群 可能让它更加头疼 因为要想对付这样的飞行平台 难度非常大 首先你要可能发现它 很多轻小型的无人机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非常小 难以被雷达发现 甚至用光学系统发现它们 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等你看到它了 它已经飞在你头顶上了 那么无论是投掷炸弹 还是跟你同归于尽 你都很难对付 当然利用激光武器和射频武器 也就是电磁压制武器 对付无人机确实是有效 但是它们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激光碰到云雾 可能没办法了 而且它的有效作用距离会大幅度的缩减 那么电磁脉冲武器 依然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湿度过大 雨天电磁脉冲武器呢 也很难奏效 何况目前的激光武器啊 对付无人机的距离相对比较短 也就是几公里 因此美军把希望寄托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武器身上 恐怕还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 俄罗斯可能做的更好一点 因为俄罗斯目前除了在积极的开发激光 蓝色装置以外 也在开发电磁脉冲武器 甚至呢 还在研究一些手持式的电磁压制枪 还有大规模的地面干扰装置 因为强电磁干扰 对一些简易无人机啊 可以做到有效压制 切断它的通信 甚至呢 击穿它的一些寄载设备 从而造成他们失灵失冲 最终呢 无法抵达目标上空 对付无人机 确实是给各国军方带来的难题 不要说给一般的军队 就是美俄中这些大国军队 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那么怎么采用各种各样有效的 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手段措施 来对付这些空中来客 确实是一些军事大国 必须面对的一种未来威胁 那么从历届珠海航展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国家不要说军事工业部门 哪怕许多的民营企业 也在积极的开发 对付清小曼目标的手段 激光武器 美国有 我们也有 电磁脉冲武器 美国有 我们也有 另外我们还采取了很多新的手段和措施 来对付那些有敌意的空中无人机 我想在这个领域很可能 中国美国俄罗斯又会展开新的一轮竞争 但这一轮竞争不是进攻 而是防御 看谁的盾牌做的最坚硬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们对中国的相关企业的能力 特别是创新能力充满了细心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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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